糖酥饼不要总去外边买了 今天大海叫你在家做 酥酥脆脆的可好吃了 记得点赞收藏 我来教会你 盆中加入250克面粉 3克白糖 170克的温水 搅成面絮 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醒面10分钟 再准备250克面粉 加入125克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 下手揉成一个油面团 将油面团分成8个等份的面剂 准备50克熟化成碎 加入10克熟芝麻 加入20克的白糖 10克的面粉 搅匀调成糖馅备用 醒好的白面团搓成长条 下成等份的面剂 全部团成小圆球 取一个面剂 擀成包的皮 放上油酥面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的手法 将口收紧 翻个面擀成薄饼 再将两端向中间对折 从中间用面杖向下擀薄 然后从一头卷起 再用面杖向上擀薄 把剩余的部位全部卷紧 整理一下 用刀从中间切开 层次感特别分明 取一段切口朝下 按出小窝 放上调好的糖馅 再用虎孔收拢法 把这个面剂包碾 用面杖轻轻按压 做成酥饼的生胚 平底锅预热 刷上一层食用油 放上饼坯 烙至一面熟透 翻烙另一面 两面金黄熟透 出锅即可 酥酥脆脆的可好吃了 如果您学会了 别忘了给大海留个双鸡 留个关注 美食教程每天更新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